第一个香港消息 但是可能要让台湾人比较失望一点的消息 那就是黎明 讲到黎明很多歌迷或影迷很高兴 但是呢 黎明最近因为太忙了 所以他即将发的国语专辑 可能没有时间来台湾 正在日本忙着拍摄新戏 群意两心吃的黎明 特别抽出一个晚上的空档 赶回香港出席一个音乐会 染了一头金发的他原来是新戏的造型 不过他对于在拍摄中的电影 一点也不想透露 由于要拍这部电影 他根本抽不出时间的威尼斯出席迎战 也不可能为自己将要发行的国语专辑宣传 其实现在对于我来讲吧 我个人来讲吧 抱歉说一句 其实我觉得我真的 我怎么宣传来讲 都是基本上我把我的歌录好 我相信把MV拍完 讲大家很帮忙 谢谢你们喜欢的话 你们播出的话 基本上就是最好的宣传 因为我们做歌的时候 把歌唱完之后 我在开一个新闻发布会 说今天我发唱片了 其实跟以往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对我来讲 抱歉 但是我相信这张专辑 我跟李中成大哥 一起在北京 录了两个多月时间 那9月12号 就在整个亚洲开始发行 那我当然希望这张专辑 大家朋友会喜欢 那我觉得我记得我的努力了 那我也今天 透过这么多电子传媒 告诉大家 我的新专辑 为专辑开始在9月12号 可以正式发行 希望你们喜欢 也多多支持 不过台湾的歌迷不用太难过 因为黎明将会在宏馆开唱 到时就不怕看不到他了 我今年10月份 下方演唱会 那就从10月10号开始 到10月17号 那所以我在日本拍摄店 就也要回来准备 开始这个演唱会 想到时候 我记得台湾的 马来西亚新加坡 不同地方 比如海外朋友 日本的朋友 我们内地的所有朋友 他们有空的话 希望都可以在演唱会上面 务力他们好好的唱歌吧 所以抱着他们 好可惜哦 我其实还看过 明明的现场表演 真的还蛮不错的 希望如果说唱片宣传 看不到他 说不定有他的演唱会 或什么的 有这种安排 最后 最后